原标题 他本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 但却在世人的唾骂声中懊悔离世 他被称为中国之华盛顿 却成为青世眼中的罪人 革命者口中的窃贼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在一片谩骂声中离世 在弥留之际 留给床榻边的徐世昌一句话 他害了我 这个他 指的是谁呢 有学者说 这个他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因为袁世凯曾经在责备袁克定的时候 愤怒地说过欺负勿夺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袁克定做皇太子的野心 比他父亲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还要大 为了促成袁世凯早日复辟帝制 他伪造瞬间时报 当时一份影响力很大的报纸 政治性强 使袁世凯每日必不知误 以便全都换成了为日支持复辟帝制的内容 有意营造全国上下 拥戴袁世凯称义的氛围 这使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决心更加坚定 以致袁世凯误判行事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事情败露后 袁世凯怒视其欺负物国 另一种说法 这个他指的是一直被袁世凯欣赏的杨渡 他在林中前说的他害了我 其实是杨渡误了我 这杨渡是何方神圣 竟有这样的本事 派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杨渡是湖南湘潭县人 年轻十九历制作帝王师 他反对旧制 支持君主立宪 曾东渡日本 潜心学习君主立宪制度 其心颖独到的见解 深入袁世凯的心上 曾亲自赐贬提字矿代异财 杨渡也十分钦佩袁世凯的雄才大略 认定他就是自己要辅佐的明君 所以一心支持袁世凯复辟 却没想到 这一场闹剧 以全国声讨袁世凯而结束 现在看来 杨渡之所以那么直 持袁世凯复辟 是他认为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 等理解跟他一样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制度 和思想如此顽固的国家 就算封建地制已经被推翻 但是郁文同样甚至厉害 直接建立民主共和是行不通的 必须实行君主立宪 这个中间过渡的环节 却不料这一举措遭到举国拓骂 其实 袁世凯复辟地制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他利用阳渡的君主立宪理论 实现其君主专制的野心 所谓的阳渡误我 不过是为自己脱罪的借口罢了 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 孙中山等人拟定的临时约法 各种限制总统的权力范围 使得他各种想法和报复施展不开 加上国会与总统很多政见不合 导致他称帝的愿望更加迫切 只是在他终于实现皇帝梦没多久 就在世人的争讨声中败下阵来 从此一并不起 直至最后迷离之际 留给后人这样一句扑朔迷离的言 在民国这样一个政治和思想都混乱的时代 革命者可能都没弄清什么是民主共和 更别说那位还做着皇帝梦的元大总统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